好那坤宇事實上拜習通話聚焦 台海跟南海的同時 蓬佩奧也有一個投書的戰略 這裡頭是希望 美國可以強化整個龐大的 無人機跟無人艇隊 那這個相關的部隊 這樣的這一個戰略 可以嚇阻中國侵犯台灣 這個蓬佩奧 他是在前幾天 在國會山莊報 那麼他跟一個哈德遜研究所 他的研究員 那麼一起發表了一個聯名投書 那個文章的名稱叫做 可能有助美軍捍衛台灣的新戰略概念 我們現在講這個國會山莊報 那國會山莊報是一個 這個平常大眾非常小眾 平常大眾不知道 但是在國會山莊 國會議員國會助理 美國官員都幾乎會看的 一個東西很像中國的參考消息 在一個小圈子裡面 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份文章 第二個哈德遜研究所 這位研究員我們沒有不熟 但是哈德遜研究所有另外一個人 大家可能都聽過叫余茂春 所以他們的研究範圍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就訪畢有去聯合發表了這一篇文章 那麼這一篇文章的概念 這個很簡單 他就說他其實是針對誰呢 針對了美國2024年的國防預算而來的 他一開始就開宗民意就講說 我們弄了8500億美金的這個國防預算 但是都用在哪邊呢 用在研發或是製造 潛艦 逆中轟炸機長程飛彈 甚至發展很多高檔的新戰機 但是這些東西 他由於他的製造成本越來越高 已經高到超乎想像的地步 也就是說我們講一個概念好了 他叫做不可消耗 因為他太貴 他經不起損失 第二個 他的人員維持費用 你要操作這麼高檔的高科技的東西 你的人員必須是知識水準 操作能力 跟忠誠度 各方面都是頂尖的人物 經過層層考核 層層訓練 然後出來的人物 那麼這樣子的人物 你能給他那個韭菜的薪水嗎 你不可能嘛 所以你養人的費用 也很高 所以你要為了保護 這個高級的人員 你就要花更多的錢 在他身上 所以人員的費用 再加上他建制的成本 他已經高到說他開始排擠掉 其他所有的美軍的 大量的這個 這個一般的人員或這些東西 然後呢 為了要再從 因為保護這些機密 所以這些 這些裝備 高檔的裝備 他不敢放到國外去 比如說他會不會放去台灣呢 他不會嘛 所以他不敢放到別的地方去 所以他變成 我要對付中國作戰的時候 我就要遠距作戰 那為了遠距作戰 像F-22 那他的 這個飛行的距離呢 是不夠的 所以他必須經過多次的空中加油 才能夠到達 這個 西太平洋來作戰 這個第一個 耗死 第二個 他的過程是很繁複 而且在戰死 他其實是很危險的 好 那麼 所以他就要為了什麼 為了要增加他的航程 要犧牲這個 犧牲那個 然後去搞很多東西 所以他建議是說 那如果你換一個戰略觀念 那我在對付中國的時候呢 那我不見得是要 是要用最高級的武器去對應他 因為中國人就是 可能中階或低階的武器 他在禁岸的時候 他消耗你 那你要去應對 他這種積海戰術 人海戰術 這些東西 那你用應付他的東西 那你要採取什麼戰略 他提出一個名詞叫Hedge Force Hedge H-E-D-G-E 這個概念 他的原文 做財經的可能比較清楚 他那個就是什麼對沖 避險基金 避險啊 對沖啊 但是他在更原始 在軍事上面 他其實是樹梨 最原始的叫梨巴 就是灌木蟲 那灌木蟲這個概念 在美軍中間是有意義的 為什麼 諾曼地登陸的時候 登陸之後 美軍受阻 前進受阻 最大的地方就是灌木蟲 那個滿地的灌木蟲 戰車開不過去 然後那個人腳一過去 德軍機槍就在對面頂著他 然後就把他通通打爛 所以他建議是說 我們要建立大量的無人機 無人艦 甚至是地面的UGV 叫做無人的機槍 或是機炮 這些載具 那我去消耗 老共的所有的裝備 他說打不退陣戰爭 我以我以一顆 你知道 比如說烏克蘭 烏克蘭的那個無人艇 一條造價二十五萬美金 中共的零五四滴 大概一條要五億美金 所以我弄十條 我才兩千五百萬美金 我再加上飛彈 我才兩百五十萬美金 我再加上飛彈 我花個一千萬美金 無人機或什麼東西 我去弄掉一條零五四滴 對不起我賺 而且很賺 所以用這種概念 我建立了一個部隊 然後等到他們 真的高檔的東西過來的時候 我再用我們的高檔飛機 來擊毀他 這樣才是一個正確的戰略 其實這就是 再把不對稱的戰略 重新再講一遍而已 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 分享 按下小鈴鐺